不禁止要唱歌 那時候我們在卡拉OK唱歌 誰知道被人擲了 然後就想想要用現場樂器 又不懂 結果就釀製了勁科金曲出來 勁科金曲是2020年的節目 我看回原來 真的這麼久了 我還以為是2021 原來是2020年 那2020年我們已經搞大一個Studio了 其實我們被頻道租了一個E室 接著是C室 然後就要了一個B室 於是那時候就直接搞 應該是這樣 因為是2020年來的 接著就拿了一個A室 後來拿了一個B室 那就叫做全個打通 有時候我看回 在銷售方面 究竟這個打通是對還是不對 我又很難去判斷 因為剛好撞了幾個貨 其實我不是搞到這樣的 其實生意額也不是差很多 但是 但是 那些片段 40年代 八十年代這樣掛,因為我沒有看完 有時候的回憶 我也不太記得香港以前的面貌 但是看照片的時候,我是見過那個香港的 當時又不覺得老土 你現在才沒事的,好像我剛剛看 十幾年前 十二三年前的韓劇 我覺得為什麼他們這麼老土 十二三年前的世界上已經有韓風 二千多年後已經有 什麼Owing 宋慧喬 什麼Wonder Girls 少女時代 那些是二零零幾年 這麼老土 但是當時 2001年 當時我們看到電影的背景 那時候他們也是時代的尖竿 那時候 如果我們看回 九十年代 都覺得他有些 這麼老土 但是當時我們當然是時代的尖竿 什麼是天王 你是看哥哥 看陳百強 你覺得比較 盡永一點 因為他沒有什麼勾 就算你看他們穿的東西 現在都不是很老土的 好了 這個明星足球隊 其實是幾天的新聞 沒什麼可以說一下 因為陳百祥呢 自己最早有一個叫 精裝明星足球隊 還有上次 譬如剛剛我們播過 華曾志偉不懂唱國歌 好像濫衣衝素 那段片其實阿聰哥 都不在 所以就引來 是不是阿聰哥和明星足球隊不拖 阿聰哥親自出來解話 說不是 沒事 一大集能 一大集能再說 但是呢 那些網民 仍然都是不收貨的 因為 從其他蛛絲馬跡 就猜 應該也是有點不拖 我覺得 我就不用猜的 你就仔細看一看 你如果下次 又或者再下次 又或者再下次 都沒有在一起 就出去散亮了 阿甄志偉不適合 就散亮了 是不是 吳奇 以前好像 全民心志偉去了TVV做之後 又開始 對 全國 又不找他做港姐思義 不知道 但是 老實說 如果這麼小器 大家幾十歲人 這麼多年兄弟 出生入死 咦 老金也做了 相信 有沒有這麼小器 但是 又很難說 尤其是 在他們明星足球隊 介紹隊員裡面 其中一欄 都寫著為人小器 這些一次是 明星足球隊裡面的人 玩 即是他們那種玩格 譬如 我看到 明星足球隊介紹 曾志偉 就說曾志偉曾經 香港的效力 說什麼什麼 香港什麼什麼什麼 真是很正常的 譬如介紹林允聰就說 林允聰是我們的右後衛 他又什麼什麼 是黎黎小小的 陳百祥 為人小器 所以 你就是可以 人家想很多事情 阿叻怎麼說呢 阿叻說 其實最初 做明星足球隊 是想整個 演繹圈認罪一起 我經歷過那個年代 我不懷疑 在年青的 他們真的想著 是這樣的事情 一來可以認罪一起 又可以籌錢 做善事 又可以做運動 又可以做運動 我不會懷疑他的初心 只是說 他是不是 去到大陸 滾那些 根本都不需要說 也沒有什麼好說 因為記住 明星都是人 男人不去滾 就除非身無銀 何況 那時候 你想想他們 不是說現在 是80年代 已經回大陸了 去河佛外國 90年代當然不要說 大哥 每個人都仰望你們 很想讓你們 又有錢 你又花很少錢 為什麼 空間兩塊 你給他一千塊 就花得起 他當你黃那樣拜 你想想 就算在娛樂圈做 沒有一個人正任 在香港 你做契弟 就算是紅如潘明霖 當時 回家 老婆隔你兩句 沙莉 你都這麼蠢 他找到 你女友 擔任跟你抬 什麼想都可以 你給他一千塊 你叫我那麼多 沒有了 你很有錢 不是 我打請日常很辛苦 但是沒關係 我聽你的說 你這些又冰 北北媽媽又冰 這些又雙大水 多賺點電池 快製他家山 裝了東西 男人就是這樣 那你說 後來 演變成什麼 是後來的事 那開頭你說 想凝聚住一齊 那我覺得很正常 譬如 如果不是 現在的形勢是這樣的 我覺得香港的網台 是不是可以搞過什麼 不是工會 那些網台出來了 有個聚餐 都可以的 嘩 就是 不搞工會 又有劉細良 又有 沒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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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業界裏面 那就是這樣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打架的 又不會 那又怎會啊 平時 網戰論真就厲害 出來吵你又多可 我都說了 連吵你老母都沒見過 好了 他說 其實除了足球以外 還有乒乓球 還有乒乓球 那麼健康 我只知道有哥爾夫球 不過最初 其實 踢球是譚詠麟 曾志偉 所以就先搞了足球隊 那輩人 那代人 加上曾志偉 曾志偉 挺好球的 就是譚詠麟 那百多人 大家只是譚康柏 那 他說 胡遠方也是我們拉隊隊長 那時候我們踢球 找到的錢 就放到前市基金裡 就是幫人的 他說 好了 現在球隊已經中入第二代 嘩 現在才是第二代 熊金寶都不踢 所以用到熊天明 一代一代接下去 我沒有小朋友 接不到了 所以我現在正在做 就是承傳這件事 好了 阿叻說 上次散投 是他最後一次踢 香港明星足球隊 然後 他回去想想 咦 不如做一隊叫做精裝明星隊 他說他上次 是最後一次踢 香港明星足球隊 喏 他這一句說話 就不代表他說 他最後一次踢 就是以後不踢香港明星足球隊 但是 你計算 那個 那個語境 他上次踢完人 被師父所指 嗯 回去想一想 就做一隊精裝明星隊 喏 這樣就很顯示到 他可能 用這個語境來看 他可能以後 就未必會再踢回明星足球隊 嗯 他說 我以前拍過很多精裝追女仔 啊 我就把現在當時的男主角 或者喜歡踢球的球員組 都在一起 聽著 包括 馬國明 陳展鵬 謝天華 吳卓希 大家都認識的啦 而我剛剛開拍一部賀歲片 都是馬國明做主角的 一來他喜歡踢球 二來呢 那我都要找接班人的嘛 好了 但是網民呢 就覺得 咦 咦 不是很想對路啊 咦 他說如果要找年輕人傳承 咦 你 馬明最年輕的咦 都五張啊 咦 洪天明 又五張 謝天華 五十七 五十八 林文龍 五十七 陳廷威六十三 林俊賢六十三 林俊賢六十三 他說平均年齡 其實跟香港明星足球隊都差不多了 咦 咦 而香港明星足球隊 反而更加進新血 銳耳年輕化咦 所以他說法不成立 其實呢 不過你銳耳年輕化 不用找我啦 但如果我們明星足球隊 都會拉低 拉低一點點 OK 好了 說真的 我看他們踢球呢 如果我這陣子我肥了一點點 如果我又粗了 我覺得我真是屌你 你 我肯定好過了 好不過林文聰和曾小偉的 肯定好過了其他 有些很差的嘛 拿個球 都順順順順順 都是一般的 但是這樣說 他們算是會踢球的 但畢竟年紀太大了 去到這個環境 就叫做按著來踢 按著來跑 你說走他又沒有算走 但是跑是沒有出毒感的 即是沒有辦法啦 你這個年紀 是不是七十幾啊 大佬 好了 第二 網民說 既然阿伯覺得有分別 既然阿伯覺得沒有分別 為什麼不一起呢 他說目前就目前來看 兩隊球運作 模式一樣的嘛 都是面上向左腳 都是有個霸氣女聲做啦啦隊 香港明星足球隊有那個Helen 馬凱倫 馬凱倫 是啦 精裝明星足球隊有石柳姐 啊 雨晴丹 哦 那兩個 他只是對名不同的 他說阿伯的舉動 令人覺得有分家的味道 是不是搞新磨亂聲 是啦 無論錯 第三 他們最主要就是派後鬥爭 錢作怪畫出場時間 我覺得錢作怪出場時間未必是 但是反而呢 你說會不會是因為珍智偉和阿伯 那個argue呢 我覺得是有的 喏 在網上香港明星足球隊的資料裡面 各個球員都是屬於自己的 綽號由來啊 避注的 當中阿伯那一欄呢 就寫著 荷蘭的綽號 避注為人小器 就是剛才我講過的 人家的避注是沒有的 不會是避免這些的 什麼為人小器的 即是橫膠說厲害 是啊 那你說是不是呢 即是譬如說 喂 別去生氣了 為何不找他做特冊 又或者不找他做廣正思義 那麼糟了 你又說 現在我們進來 就有時候要避 其實有時候這樣說 我不知道內裡有什麼原因 曾智偉進來 有時候做事是這樣 反而要避 即是無謂好像 找回自己的人來做 這樣 如果不是呢 你就很容易 你最初也是這樣啊 你有沒有說 每個人都任人為親 做得行的 你想想啊 譬如說譚慧倫 他那時候上的什麼 什麼 好聲音的做評判 那些就不是說 做個常開節目 有play的那些啊 做個嘉賓 可能 利是二十元 一百元那些啊 那就可能是這樣 或者有很多原因 或者他都說 你不知道啊 你不專業 是啊 所以或者你覺得 你一看下去 一有你 就像林振強所說的 就知道 喂 這是一個不專業 不稱職的節目來的 那就不找你 或者很多原因 anyway 你是小狗氣了 是不是 大哥你七十多歐啊 所以為人小氣這件事 我覺得 也有回想吃下的 這件事 如果不是我不說的 我看了 看了兩場就知道了 你說明星足球隊 原來是你自己沒有啊 好厲害 帥啊 帶著精裝明星足球隊 又不知道去哪裏 那便看得到 另外 有一個日本網紅 去一間知名的連鎖 售起燒店吃東西 拍張相 POIG IG 結果在一個星期都不夠 吸引了650萬人看 現在這間餐廳 網友認得出 這間餐廳可能有70年的連鎖火火店 木僧佬 這間餐廳就說 他這樣做可能對餐廳的形象 會有負面影響 所以 可能不排除 是會告他 這些都不是新聞來講的 我想說 女就真是好處 我們經常說 你根本沒有尊重過女性 譬如我們經常說 叫雞 但也有很多女性用這個來賺錢 我經常覺得 你不要 當然這個一定是 在道德上是 逼糧為槍 如果不是 說真的 我唱歌厲害的 我去做歌手 我讀書厲害的 我可以去教書 做律師 做醫生 或者我想要賺快錢 我就去賺青春錢 所以 你不能去講他 當然 某程度 我們都有道德審判 譬如說 女生 出去做雞 原來買一個LV 出去做雞 原來去看 養狼狗 雖然說每一個人對喜戶 都不同 如果買LV 或者養狼狗 是滿足到他的心靈快樂的話 其實都沒有高低的 但在現實裏面 譬如我給你看 我當然有高低 這些叫做貪污 虛靈活 不能做雞也不能用 但你說不是 他真是爸爸媽媽在哪裡 這些要上大學了 又或者 喂 他真是 想掃了一塊錢去移民 掃了一塊錢去外國讀書 譬如我現在 我爸爸媽媽年紀大了 我媽媽做7的 做part time 晚上 找1萬多元 還有個弟弟 爸爸呢 開車的 找2萬元左右 還有個弟弟讀書 住公屋 其實不太窮的 不過 不能去外國讀書 而他真是想去讀書 他真是想掃幾十萬 去外國 去讀設計 這樣 那你有時候真的 你有沒有太過怪他呢 去走這條路 或者你有沒有權去怪他呢 於是乎更加 又衍生了 我不用做雞 我去 賣 電子雞 賣相 又或者 上個YouTube 講一下 真假的咸股 我第一次跟鬼佬 幫人的條件很大 都幾百萬人聽的 是幾百萬人 嗯 那 因而得到一些 收入 那你真的能夠怪他 男人 可以嗎 可以的 但是真的差很遠 為什麽我講這麽多呢 這條女 是鋪裝這麽樣的相 六百五十萬人上去看 那 我們看一張相 他真的 他真的說 你想吃 壽喜燒 還是吃 我的球呢 他沒有講到這樣 其實他說 想吃奶一樣 用日本 日本那麽醒 神經病 蝙蝠 那些 他的樣子 Geld 啓了圖 甚至是整個籠 多是 那球都啓了 不是 蝙蝠 就是這麽簡單 連頭也沒有凸出 蛙蝙蝡 真的 女人真有利 尤其是IG的年代 現在是 幾萬 幾十萬 都是這樣 你知不知,現在IG在台灣,台灣比香港更多 他有些甚至乎 他不用賣肉,可能真的這樣 接著開一些Only Friends 甚至Only Friends裡面都是性感想的,我不要說一定要拿照 他都有很不錯的收入 而如果你夠美的,或者夠突出的 其實也可以吸引到 譬如,有一個唱高音的Hidy 那個大波妹,在中年好聲音做過評判 那個女兒,我一向都是追蹤她 Hidy 不知道是不是叫Hidy 很大波的,漂亮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知,在三幾年前 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女孩子 在唱古典音樂,唱女高音 原來是香港的女兒,很大波 那波子是三十八九的,那條腰是二十二寸的 她的樣子是 正常水準之上的 我follow了她 但是現在她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 她的中年好聲音 有一期找我去做 給他意見的評判 那為什麼要找她呢? 她可能在IG看下去而已 她說 你嘗嘗我 你嘗嘗我,我這樣就突兀人 都沒人看 是 那就是六百五十萬 其實你剝了三褲 抹大個蟹 你反而未必有六千人看 所以又不是很漂亮 受起宵呢 因為我老婆不吃 不過這次我在日本吃了個蝦的沙門 真的很好吃 哇,那個蝦甜度 那個湯 OK 通常呢 我們在日本那些火鍋 都會找那些冷糕 尤其是味噌湯 清湯底 但是打算錄完那些蝦頭 然後又丟掉了那些菜 哇 一個走過三巡之後 哇,甜到你真的不懂得說 那就是女人的好多 好,回來 好了 今天是星期五 明天我們會繼續營業 不過明天我們會約了個牙醫 但我也不知道是否會 退了一個星期 因為其實她叫我複診 我都沒事 有時候 是有些 怎麼說呢 有時候很奇怪 我想大家試過 現在是多大越來越發 我之前是沒有牙痛的 她弄完之後 反而牙都不是痛的 有時候咬下去 冬的東西會敏感 嗯 有時候也很奇怪 明明你沒有豬牙 好地地 沒有東西的 洗完牙 你會敏感一兩個星期 有時候反而會這樣 很奇怪 好了 我們當然要先買一下廣告 這個呢 為什麼我突然拿出來呢 其實除了面神 以外面神 我當然有 中華三味呢 其實就是被譽為最好吃的即食麵 中華三味呢 三味呢 我介紹的是綠色那種 我沒有貨 還有紅色的廣東風味 沒有貨 我現在有呢 在這個酸辣湯麵 我看到還有十多二十包 就不管說一下 我今天下午吃了 喂 都ok 那記住 十九元包 其實是吃中華三味 吃明星這一些麵 包括麵神 其實麵質為之重要 那當然那湯尾呢 你也可以選擇 那暫時呢 大家還可以上來買我的麵神 我有貨的 還有中華三味 不過麵神我賣貴一點點 我貴人家兩塊的 因為呢 反正大家都沒有貨 我有貨 受你方便也要啦 兩元 其實賺多兩元 買貴多兩元 都是賺幾元一包 真可憐 這個中華三味 大家一定要支持 因為這個是我用的 geep call 回來的 我再去 好了 今天有個網友跟我說 那隻餅真的很好吃 我都很久沒有介紹 差點忘記介紹 不止好吃 還要很便宜 十二小包 即是三元一包 這個椰子薄荷餅 絕對有我們 以前小時候吃的雜餅 那種滋味 鹹鹹 甜甜 還有椰香 真的要嘗 好 再去 貓屎咖啡 這隻是野生 你自己認住 是深色的 238元 貴不貴 當然很便宜 你問我認為 因為我上網看過 原來這些級數的貓屎咖啡 在香港要喝二百元一杯 百多二百元一杯 不要說那些用粉 細細沖的那些 柔東西 Anyway 就是叫做 喝過 所謂的貓屎咖啡 就是那隻 蛇香貓 蛤出來的咖啡豆 因為它分解 它消化不了 但是呢 在那個 消化過程裏面 會令它的豆 不知怎樣 真的有氧化了 不知又怎樣 於是 洗乾淨 它燒了毒之後 它是會另外 發酵之後 它另外一種 是在腸道裏面 是另外一種滋味 我對咖啡沒有特別 但是如果 你喜歡喝咖啡 又或者想吹水以後 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出去吹水 你又來 貓吃咖啡 有沒有人見 哇很冷靜 你喝過便可以說 對吧 沒有喝過有什麼好說的 好 再去 這個 卵學幕 為什麼今天要說呢 我看到哈佛大學 OK 有一個 醫學院 有一個教授 近期 用自己的身體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怎樣呢 就是每天 吃24隻雞蛋 然後看看他的LDL 就是所謂的 懷膽固醇水平 嗯 發覺呢 原來 他每天吃24隻雞蛋之後 一個月之後呢 他的懷膽固醇 LDL 就下降了18% OK 但是我們普通人 我想 你很難吃24隻雞蛋 那我們 那我們卵學幕呢 我不知道吃24隻雞蛋 跟雞蛋的營養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我們每天吃4顆呢 是等於 你吃32隻雞蛋的營養 這個是我們的王牌產品之一 來的 除了我之外呢 其實坊間也有很多不同的 卵學幕產品 但是我的產品呢 其實我是從我的客戶 告訴我 效果非常好 不要說肌膚美白 最重要是骨落 例如膝頭膏 效果非常快速 如果看得多 我們視頻的網友就知道 最重要就是 老人家 我認為你有沒有膝頭的問題 都可以試吃的 因為32隻雞蛋的營養 就在這4顆卵學幕裏面 那價錢也不貴 你買到6瓶 每一瓶是529 還有Furder Distant 因為如果賣9500元 買了4500元的話 可能是400多元 非常划算 大家可以 NN之餘 當然是卵學幕 膝頭疼的朋友 好 再去 好了 這一隻我上次給大家看 其實呢 我送了兩瓶出去 那兩個網友 一個還未來拿 另一個網友 還未有feedback給我 究竟 他覺得怎樣 但是呢 既然我收到那個價錢 這個是香港 應該是浸大和 科大還是浸大和理大 我不是記得哪一間 出的這隻產品 市經藥業出的 那 他是全天然的 我提取 那 那 Supplier 跟我說 他們試過 很快 就是那些 依賴 安眠藥多年的朋友 吃這一隻 都調節得很快 那他這樣說 那現在價錢很便宜 所以我 要盡快說 他應該要賣399 399元 但是呢 在現在這個階段 即是未正正式式 launch的時候 有個優惠價給那些網友 299 60粒 應該是一個月份量的 但是大家 而且他們全部是食療的 其中一個堅持就是 沒有考也不要緊要來 不要吃壞人 你不是藥來的 全是食療來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如果 那我就不說了 即是不要說 不夠份有什麼壞處 你不夠份也辛苦 是不是 好 下一張 好了 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 白痕亭交 有大 有小 198元 就是小的 398元 就是大的 我自己親自用過 就真的 效果非常之好 特別是 好像198元 現在你說很多錢 肯定又不是 那我覺得 就算你沒有什麼特別的 白痕 想要去 remove 但是如果你afford得到 你買一瓶在家裡 in case有什麼傷口 那你在傷口乾了 立刻塗 那起碼不會有 我現在已經達到 我膝蓋完全平了 摸不到 之前是幾張大顆 當然 還有有色的 還有有色的 有黑色的 所以我介紹多些產品 好 下一張 這個呢 有昨天說過 就是這個 石合摧取物的精華 亮白痕 398元 可以用一個月左右 一瓶 直接滴下你 例如 那些雀斑 等等 那 我今天吸收的知識就是 坊間有很多 亮白皮膚的產品 嗯 那主要是有 維他命 B C 不是 維他命C D和E 主要 那維他命C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那但是維他命C呢 因為呢 如果呢 他的pH值 是超過4的話 就很容易有些朋友 用這種亮白液的時候 就會敏感 但是這一隻呢 就是 又是香港 浸大研究出來的 SNL也是在內瓦 拿出發明大獎的 嗯 他們這個碎取液 就不涉及了 那個 維他命了 或者pH值了 那於是 然後呢 他的效果就很快 為什麼呢 因為你怕人敏感 他不能夠超過pH值4 所以呢 他的速度就不會那麼快 如果 真的理論上 如果他超過6和8 我聽那個教授說 那麼他就會達到很快 美白 脆印的效果 但是很容易會有人皮膚敏感 於是就不可以了 但是現在這個發明 為什麼會拿獎呢 就是因為他撇開了 他不是用維他命 他不是用石核的碎取物 所以呢 他比用傳統維他命C 他快很多 這個就是重點 喏 他說28天 其實他自己跟我說 14天 喏 我老婆呢 是用了兩個星期左右 你不要問我 你的女人有興趣 你上來問我老婆 去share我的經驗 因為呢 喏 他說直接 因為 不用說我當時問 怎麼用 是不是滴在筆上 不用的 直接 例如你這個雀巴 滴下去 他除了會去印之外 深層的黑筋 他會亮白的 說得這麼神奇 但是多少錢 都是398元 用一個月 我覺得如果 你們可以試一下 或者你有什麼疑問 明天上來我老婆在這裡 問他 因為我沒有用過 我一早拿一個版 就是叫他用的 OK 好 再去 好了 這個呢 大家看一下 這個圖 夠不夠氣勢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圖 背景 因為呢 這個是我用AI做的 但是背景呢 後面是火山爆發 嗯 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新的 蛹蟲泰 OK 那麼 就是台灣製造 新能量 長效片 看過相片 就知道厲害了 好了 我也要講一下 我們的網友分享 你真是各式隨式的 因為昨天我呼籲了 比利哥 這個網友呢 叫 通嘟路 就是跟梁朝偉的英文名一樣 是 通嘟 比利哥 分享一下聲龍液 我早晚噴兩次 已經一個月左右 法國最大改變 是之夜 密度高了 之夜密度會高 跟質感 質感了 說質感 明明是一個空 變成 一個 就是動詞 變成形容詞 靜止狀態 以前 好像象拔磅一樣 現在變成了香蕉 象拔磅 嗯 香蕉 嘩這個靜止狀態 OK 我想 這一支 聲龍王 對整個秘導系統 機能都有所提升 反而 單次使用呢 真的不是這樣 總反使用呢 我就覺得沒什麼特別 可能 我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說 他在吊起上面 似乎就不覺得 有什麼增長 我覺得 除了早晚這樣噴 你覺得奔磅質感了 你應該在行防前 半個小時再噴 是 應該要這樣的 OK 他說 另外 勇從泰 第一次吃的效果很好 打算長期吃 誰知道 缺了化合牌之後 第二批產品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令到我對這個生產商 而就是上演 很失望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原因 沒有貨 其實不是的 我一會再說一次 但是怎麼都不可以 濫於充足握消費者 聽你說 現在已經回復生產第一批的質量 但是我對他沒有信心 所以暫時也不會買 這個是你的選擇 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已經罵了華在上演 其實我再說一次是什麼 嘍 勇從泰入面 顧管培員 壯陽 其中有一種成份 因為他買得太好 被人賭灰 於是在大陸就要抽起那種成份 抽起那種成份 不是不行的 各個網友說不行 其實那時候 上演 後來我當然發覺 含糊蒙韻 他有跟我說 含糊蒙韻 不是不行 多吃幾次才行 就是用含糊蒙韻 後來我話上演 就是說 喂 你真的不可以這樣 你不要含糊蒙韻 你直接那個情況跟我說 我會跟客人說 那等客人說 就是那個期望 或者不買 這是另一件事 你不要含糊 好啦 那客人說 為什麼沒有了道 因為 不是啊 你要吃兩個月 還是怎樣 慢慢調理 那你就變成調理 你就不要這樣 我說你這樣 就真的 那些客人很難回頭 這個是很明顯的 好啦 那現在這隻是什麼呢 其實是那間廠 既然這樣 去台灣 摸了那些 Approof 因為台灣那隻是OK的 那現在這隻東西 其實是有料到 是有料到 那當然啦 這個通通 你自己的選擇 因為我大把這些東西賣 不是一定要買他的 那但是呢 其實他給我一盒試 我沒有試到 因為我自己 都賣了 我自己一盒都 因為我最喜歡這樣 那些東西當然是用來買 我沒有什麼用的 OK 因為我自己 都 strong enough OK 那大家記住 有蛹蟲泰 有星龍王 有星龍翼 樹樹公 我沒有的 黃晶片 撥撥 還有馬卡 的汽水餅 馬卡 的 飄 那些 粒粒 不是粒粒 那些軟 這些產品真的很多 但是大家真的上來 你說這樣也不行 我沒有你的辦法 OK 有下站